西谷科技公司近年来的整合导致一系列裁员行动和许多地方的办公室控制 根据一份新的报告 今年第二季的控制率达到了21.6%的历史性新高 欧志州的报道 根据商业地产公司Cushman & Wakefield的报告 定义为Sanacar縣和Fremont的西谷 4月到6月的办公楼控制率 从第一季的18.4%增加到21.6% 最严重的五个地区是 圣河西机场一带空制率高达42% 接下来是Sanacar的32.5% Campbell市的30.7% 圣河西市中心的29.9% 和Mountainview的26.2% 报告指出西谷目前的21.6%的办公室空制率 比2010年经济不景气时期的19.1% 来得更加高 报告指出空制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是 一些公司缩小规模之后 把自身租来的办公空间放在市场上出租 一些地方也有新的办公楼出现 与此同时 一些公司在找办公楼的时候 也会把焦点放在比较新的办公室 这意味着比较旧的建筑物比较不讨好 一些预计会面对重建的命运 但是报告也指出 大幅度的裁员主要是在软体方面的工作 西谷一些如硬件 半导体和科技基础建设方面的表现 抵消了西谷经济下滑的可能性 二十台记者欧智州的报道